12月29日周深飞到澳门了 此时有人可能会问 年底周深不是非常忙啊 怎么去澳门了 其实是这样的 江苏卫视跨年 在澳门直播 很多颁奖典礼都是在澳门 周深穿的是白色羽绒服 眼间的歌迷看到里面没有穿毛衣 而是穿的T恤 觉得会不会冷 其实澳门没有大陆地区冷 所以不需要担心周深会冷 也有人问为什么去的这么早 其实虽然是直播 但是也需要前期彩排好几次 既然去了澳门了 会不会顺便去香港玩玩 找老朋友李克强玩几天呢 这个小编就不知道了 新宫体 呈现一派流光溢彩的宏伟样貌 点亮首都北京的夜空 宝藏男孩 实力唱将周深的名字 闪耀在新宫体 周深经验亮相宫体 可以想象 如诗如画 美轮美奂的宏大场面 可以听到周深的天类之音 在北京上空盘旋 可以听到宫体上空高亢热烈的欢呼 可以看到让人魂牵梦绕的视觉盛宴 从视觉上得到精彩的体验和美好的享受 周深说 好久没有在这么大的地方唱歌了 他又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他一开嗓就能让人感受到快乐 在周深的音乐里真的能享受 又听到幸福美好 好久不見的 他很久不见是 非常好 有助理